耐心 打碗 答案 是 唉 吃點 白的開蛋 針 её 我今天上班場 其實... 有剛剛看了他的歌 好像會是一些小軍 嗯... 比較唱的比較 心情紛鬆的感覺 心情很沉重 因為接下來這首歌好像也是很有故事性叫做《流浪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歌手在拍這個 所以可以跳著唱嗎? 蛤? 因為歌剛剛一直很沉一直很沉 對啊一直很沉啊 所以說接下來這首歌叫《流浪季》 我們決定還是唱下去好了 不好意思喔 你排下去了 不是要放什麼啊 不是因為其實 他有來問我 但是因為我不能分析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一心不能二用 因為我在煮燒酒機的時候他跟我說 這個歌剛剛可以嗎? 然後我就說 他正在剁雞頭啊 可以 不過沒關係啦 其實大家有聽過一個台東的歌手叫做《巴奈》 對 這首歌《流浪季》是 應該雖然是《巴奈》寫的對不對 是《巴奈》寫的歌曲嗎 《巴奈》寫的一首歌就是《流浪季》 這首《流浪季》 所以這首歌呢 我們下次《巴奈》也表演的時候 我們請他唱好了 不過小鈞他自己本身確實這首歌 我覺得還是 有他自己的感覺 因為小鈞其實在 因為以前家裡窮嘛 所以很早以前去書籍《流浪》的時候 你所畢啊 沒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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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據我所知 河小鈞其實很早以前 就 很年輕就已經到台北去工作了 這是我知道的 就是 幾歲?大概13歲就要 港客一邊要欺負 要被剪眉毛 截毛 還在港 當年大稻埕還是 唉我不知道 不要亂講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其實國中畢業就去台北 去學一季智場 學 然後做過很多的工作 去 像觀光的一個地方去跳舞 這樣子 然後我就 你會跳舞喔 我從不知道 我是能歌能舞的啊 嗯 我是不想跳舞 跳舞 這是 好啦 融入一下情緒 反正 反正就是這首歌 是房奈傑 他的歌曲 然後因為 我以前就是 就是在外 就在 外面工作的時候 有受過很多的 欺負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都贏了 然後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 唉 我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有我自己的意境 每個人的意境 就是 成長的路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 嗯 這首歌我就跟他 就是跟他 邀了這首歌曲來唱 跟房奈傑有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 後來就是 這首歌 有梁文英唱紅 然後 他有那個 楊卓慧 這樣子 所以在台北的那個 Easy Fight表演的時候 有很多 從外 國外來的人 都是想要來 聽流浪劑的 應該你們不是來聽流浪劑的吧 流浪剛帶齊 好啦 去唱這首流浪劑 這個音樂 這首歌曲 是有什麼 這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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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什麼 手歌曲 在台北的那個 我們是一首歌曲 這首歌曲 不想轻易把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不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我实在不想轻易把头抵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学会虚假 怎样才能够看成编剧里的黄黄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相伤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 一天不用了 我就这样告别想想别强 我就这样告别想想别强 我以为我并不差 我以为我并不差 不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就是想不想轻易把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我以为我并不差 学会虚假 只要你才能够看穿面具一只幻幻 别让我的真心似的相伤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够看穿面具一只幻幻 别让我的真心似的相伤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够看穿面具一只幻幻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我变得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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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得更复杂